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又到了睡前瑜伽的時間 今天要做的瑜伽比較特別 它有很好的消除脹氣 以及促進消化的功用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感覺到 腹部消化不太好一點脹氣的時候 來進行這個瑜伽喔 好 躺下來之後呢 雙腳打直往前伸 好 接下來用你腹部的力量 把你單腳抬起來 雙手幫我把你的膝蓋 抱近你的肚子 讓你的大腿 跟你的肚子更加的靠近 停留在這裡一個深呼吸 然後慢慢的換腳 把另外一隻腳的膝蓋 抱向你的肚子 也就是讓你的大腿跟肚子貼起 停留一個呼吸之後 你可以依照自己的速度 慢慢的換腳 重要的不是快速的換腳 重要的是讓你的大腿抱向肚子 這個就是我們的抱吸排氣室喔 那你也可以 甚至來到雙腳 雙腳抱的膝蓋 稍微滾動一下按摩你的後背部 然後讓你的膝蓋 再一次靠近大腿 甚至感覺到你大腿後側的拉伸 想要再加強的朋友 想要再加強的朋友 你也可以手夾在你的膝蓋下面 出氣 讓你的頭靠向你的膝蓋 停留在這裡 停留五到八個深呼吸 然後慢慢的躺下來 把你的雙腳 放回到墊子上面 就完成了抱吸 單腿或是雙腳的排氣室囉 好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 抱吸排氣室 單腿以及雙腿的變化版本 那也要提醒大家 如果真的吃得很飽的時候 也是盡量先站著 或是走動消化一下 不要立刻的躺平 或是立刻做腹部的擠壓 所以這個動作最好還是留到 飯後大概三四個小時過後再做喔 希望這次的視頻對你有幫助 也希望你有個好夢 下次見